原警騎機車巡邏 發現前方一名男子安全帽戴反了 上前將他攔下 安全帽戴反了啦 戴好了 原本以為只是簡單的提醒 但盤查過程中男子神色慌張 警方察覺有意 隨其眼尖發現 他包包內有一小包白色不明粉末 看著喔 走平了喔 不是 不是 我告訴你不要亂來喔 男子失口否認殘有毒品 被警方壓制在地 沒有 跟你講 坐下 坐下 男子竟然趁警方不注意 把毒品一把散入口中 試圖要顏面證據 在警方大聲喝釋之下 男子才終於配合 吐出毒品 逮捕出來 好 不錯 我錯 我錯 待步過程中男子不斷大聲喊叫 引來民眾圍觀 就掙脫而已吧 還蠻多的 因為他叫的還蠻大聲的 警方一檢測才發現這白色粉末 就是一級毒品海螺因 歐南趁警方不備之際試圖吞食 在警方惡指之下吞食未果 警方最後查扣一包0.25克的海螺因 並將男子逮捕 依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移送地檢署承辦 記者由焦悟一圈花蓮采訪報導 我是林佩潔 從生活消費 政治議題到國內外的最新話題 透過鏡頭傳遞新知 我在中市帶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資訊請您鎖定中市的日子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 做事 通過